明天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老外 老外請說 嗨 侯侯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今天我們的觀眾朋友 相信都有感受到好天氣吧 確實就我們的觀測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 多雲道晴的天氣型態 而且白天的時候部分地區 這紫外線的強度還是稍微強一點 但不免還是要提醒大家 入夜之後這溫度稍稍的 就會有所變化了 而說到了溫度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 台灣本島平地地區的最高溫 還是飆升到了32.1度 而地點是熱情的南台灣的高雄 所以提醒在這裡活動的觀眾朋友 就要注意這種高溫炎熱的溫度型態了 而至於明天是這一週最後一天的上班日 之後的天氣會不會有新的變化呢 等等我們就先從 衛星雲圖一起來了解了 等等就圖卡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我們附近的餘氣其實算是非常少的 所以這也造就了我們今天的好天氣 縱然在華南地區這裡是有雲氣 不斷地在醞釀發展 不過短時間還不會影響我們 所以我們預估明天全台各地 都還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不過要提醒在山區活動的部落族人 就是因為午後熱對流發展旺盛的關係 部分地區在山區是容易會有雷雨的現象發生 同時間下雷雨的時候就要提醒 我們的部落族人要遠離溪邊 以免溪水暴漲帶來危險 而剛剛有提到 在華南地區這裡有雲雨帶 逐漸地在向東移動 而之後就會形成一道封面 我們再從下一張圖卡一起來看看 就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剛剛所提到的封面 明天晚上的時候就會形成了 而後頭跟著是一股新的冷空氣 也因為冷空氣的存在 所以跟這個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造就了這一股封面 預估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這一股封面會開始逐漸地接近我們 而到了星期六的時候 帶來的水氣會更加明顯 到時候預估在北部跟這個東半部地區 降雨的機會都會增加 而到了星期天 因為封面是準備要通過了 所以這也造就了全台各地的降雨機會 都會增加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天氣上還算穩定 不過從星期六開始 這各地降雨的機會都會增加了 據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上海奇效 屏東的獅子牡丹跟滿洲最低溫 19度高溫是來到了29度 泰烏拉伊根春日最低溫 18度高溫 29度留意短暫的雨室 三地門霧台跟馬甲最低溫 16度高溫是來到了29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11度地點是在桃園而高溫 28度 加伊達里山 溫度是落在11到27度之間 留意短暫的雨室 南投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9度地點是在仁愛而高溫 是有25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是落在14到25度之間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15度地點是在南莊而高溫 24度 新竹的原鄉最低溫12度地點是在尖12 高溫24度留意短暫雨 北部地區來跟復興 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來到了25度 同樣注意降雨現象 宜蘭的大通跟南高 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來到了26度 降雨即會最高有6成 花蓮的部分 新城花蓮市跟吉安 最低溫21度高溫26度 多雲的天氣形態 秀林跟萬榮 最低溫是4度 高溫26度降雨即會最高有7成 壽峰跟峰濱最低溫19度 高溫27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 最低溫19度高溫 也來到了26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 最低溫降到9度地點 是在昨西而高溫26度 台東的海岸線 最低溫21度高溫 是來到了29度 雲亮偏多 縱古地區 最低溫降到15度地點 是在海南熱高溫27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18度高溫27度 南徽地區最低溫 南徽地區最低溫 降到17度地點 是在京風而高溫29度 雅美島主任的南宇溫 都是落在21到28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17度 高溫是來到了26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漏氣 明天星期五這天氣 維持不錯的狀態 大家可以好好保望 不過要提醒大家 就是目前早晚的溫度 都還是偏涼的 所以早出晚歸的朋友們 這飽暖的衛套還是要記得穿上 而到了星期六開始 因為封面接近的關係 各地降雨的機會都會增加 同時要提醒我們在山區活動的波羅族人 就要注意自己外出活動的安全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順行平安